接球人物经典比赛回顾 这场比赛告诉你职业球员和业余球员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这场比赛发生在综艺节目 这就是灌篮 中国南篮现役第一人易建联现身魔王赛 阿联拿球说话 用实力告诉大家 职业球员和接球球手的差距有多大 第一球 阿联面对G-Team内线大杀器刘恒毅 一个轻松血液的后仰干拔 篮球在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进入篮筐 第二球 阿联面对接球界最顶尖的选手 东单最强MOP杨正 用一个假动作恍飞对手 用一记势大力沉的爆扣完成得分 下一球 阿联防杨正 一记火锅 冒得最强嘴炮球手杨正怀疑人生 紧接着 又是面对嘴炮球手杨正 阿联一个转身过掉杨正 上演了一记自抛自扣 隔扣刘恒毅 瞬间点燃全场 此后 阿联又面对刘恒毅 阿联再次利用后仰跳投轻松得分 打得刘恒毅体力全无 刘恒毅赛后这样说道 下一球 阿联视人如无物 无人可当 直接突破到内线轻松取分 在节目中 阿联无解的表现 印证了那句经典名言 永远不要用自己的爱好 去挑战别人的专业